上节课呢 包括再上一次课啊 我们讲了一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税机 这个问题 我们给大家讲了什么呢 就从收入开始 尤其是综合所得的收入 我们说功劳特稿 是综合 除功减二 稿七折 先把收入给变成净收入 扣除掉一些可以免征的部分以后 然后怎么样呢 可以有一些扣除项目了 对吧 一老一小 房租贷 年金保险免征额 把这些扣除项目扣完以后 变成了我的那个税机 应纳税所得额 再从这个税机 去找我们对应的税率啊 超额累金税率表去找 适用的是哪一档税率 乘以税率 减掉对应的素算扣除数 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最终的应纳税额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减除税机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啊 老师没有讲的啊 就公益性捐赠 我作为一个人 活在天地之间啊 要有什么 要有公益心 对不对啊 我赚的钱以后 一定的东西 我一定的钱 我是可以捐赠出去啊 做慈善事业的 对吧 那么这部分公益性捐赠 咱们在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也有涉及 对吧 公益捐赠 例十二 广告收入 占十五 我讲企业所得税的 口诀的时候 我说过 对不对 企业要是做公益性捐赠 可以在这个会计率呢 百分之十二 这个限度之内 怎么样呢 税前扣除 那么个人要进行公益性捐赠 能不能够税前扣除呢 哎 这就是个人所得税 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 要讲究的问题了 答案当然是 可以 对吧 但是要符合条件 哎 所以咱们把这个扣除啊 就税基扣除的最后一部分 咱们来讲公益性捐赠 至于其他细节部分 咱们就在基础班的时候 再给大家去补了啊 咱们先把大的这个块 先讲完 像公益性捐赠 这几年啊 这几年都在考 哎 是一个非常热的考点 所以老师把它单提出来 咱们在抢先学的时候 先把它讲一讲 那么首先呢 从捐赠途径上来讲 跟企业所得税是一样的 咱们对照的看啊 都是要怎么样呢 都是要强调啊 要间接 一个呢 是通过境内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比如红十字会啊 等等 一个呢 是县级以上的 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啊 这下国家机关 它能够开出专门的 那个公益监督发票 有了这个发票 我们才能以此为依据 再进行税前抵扣 所以它强调间接性 哎 当然也有特例 什么特例呢 哎 就是向新冠疫情定点医院 捐赠抗疫物品的 哎 这个作为一个特例 企业所得税也有啊 有 个人所得税也有 这是我们对于 抗击疫情 哎 我们怎么样的 我们所特殊的这种规定 但是它也要强调什么呢 首先是定点医院 其次你必须捐赠的是抗疫物品 不能是钱 啊 一定注意不能是钱啊 这个可以作为干扰项出的啊 如果我出 这个捐钱 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 它就不能作为公益性捐赠 在税前扣除了 因为你物品这个东西 你再怎么变花样 你变不出来花样 对吧 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漏洞 你要是钱呢 对吧 我跟那个医院关系好 对吧 我们俩一合计 对吧 我捐钱给他 最后我们俩半匹 他再把钱再退给我 哎 再用这种方式去增加公益性捐赠 让我少交税 这不就产生漏洞了吗 对吧 所以不能捐钱 但是可以捐物啊 从监督堆上来讲 就教育 扶贫 忌困等 公益慈善事业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一哥们 他很穷 我把钱捐给他了 能不能睡前扣除 不行 对不对 哎 这不是公益慈善事业 啊 然后呢 就是捐赠支出的金额问题 他该如何来确定啊 这个 是这个 这个去 今年还是去年 就考一道 专门就考这块 哎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如果你捐钱 哎 就是所谓货币性资产 大家还记得货币性资产 还是什么东西吗 我在讲 企业所的事都说过啊 就这个金额是确定的 你不管是现金 你要存款啊 对吧 还是应收账款 等等等等啊 这个金额是确定的 你今天看是这么多钱 明天看也是这么多钱 叫货币性资产 哎 那你就把它理解成是捐钱 那你捐出多少钱 这个实际的数就确定了 就是以实际捐赠金额 来确定我捐赠的这个支出的 但是我除了捐钱 我还可以捐物啊 对不对 这个物呢 就被叫做非货币性资产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把我车捐了 我把我房捐了 对不对 哎 我把我衣服用剩下的 我捐了呢 对吧 这都属于什么呢 非货币性的 所谓非货币性的就是 你今天是一个价 明天是一个价 后天有可能是另一个价 它的实际价值 可能会不断的波动 对不对 那这不断波动 那我捐这个东西啊 捐这个辆车也好 捐这个房也好 捐这批衣服也好 它到底支出是多少啊 我得有一个确定的金额 才可以再顺钱扣除吧 对不对 那是多少呢 一定要注意 哎 我们在讲企业所的事的时候 说过什么呢 通常是按照公允价值 来确定捐赠支出的 对不对 企业也可以捐 捐那个非货币性资产吧 对吧 是以公允价值 这市场价 这市场上这东西卖 值多少钱 作为我的捐赠支出的 对吧 那么个人所的事呢 也通常是 但是有特例 介绍特例是什么呢 一个是股权 一个是房产 股权和房产 如果你捐的是股权 或者房产 对吧 我把房子捐了 或者我把我那公司的股权 顺便跟大家提醒一句 股权跟股票是两码事 对不对 我们一说股权 通常指的是 未上市的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股权 它上市了呢 就变流通的 就变成股票了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股权和房产来讲 首先他们的什么呢 他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供应价值 不太好确定 不太好确定 你确定了 它有可能什么呢 它有一些人为调控的空间 但金额又比较大 对吧 所以个人所得税法呢 是把这两个单独抽出来 如果你想捐它可以 然后呢 按照什么来确定 你的这样的支出呢 按照你股权房产的财产原值 也就是当年你买它 花了多少钱 注意是原值啊 不是净值啊 是当年你买它 花了多少钱 就以这个钱 作为你捐赠支出的 那个金额 哎 那么但是在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呢 哎 注意就没有房产了 哎 它是股权和股票 你作为供应性捐赠支出的时候 哎 它是以财产原值 作为我的捐赠支出的 那个金额的 没有房产啊 这是两者的区别 大家注意不要搞混啊 选择提供的时候 可能会考大价 哎 个人所得税是股权和房产 企业所得税呢 是股权和股票 没房产啊 捐出的时候是财产原值 除此以外 剩下的都是什么呢 捐赠股权房产以外的 几个其他的非货民资产 就是以非货民资产的市场价格 来确定你的支出的啊 你最后你得提供那个市场价的 那个依据 然后人家给你开发票的时候 根据这个依据给你开发票 哎 支出金额是多少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啊 说法中有理吗 你的法这么规定 说道理在哪啊 其实大家可以考虑啊 股权和房产 这两种非货民资产 它的特点啊 它通常买进来以后 它的价值是升值呢 还是贬值呢 大家想想 是不是以升值为主啊 对不对 我们买房子 房价啊 目前来讲 还是一个大致升高的 这么一个状态 对不对 股权呢 哎 你要能买到原始股 你就知道了 那后续价值肯定是上涨的 对不对 所以股权和房产 它们的特点就是啊 它们的市场价 通常要比财产原质 要高一些 那么其他 这个除了股权房产以外的 其他费货并资产呢 你就说衣服吧 你就说车吧 对吧 你就说电脑手机等等 这都属于吧 对吧 哎 那它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哎 是 它们的市场价值 会随着你使用 比如那车 大家知道 我提车出去 到路上开一圈 马上价值就贬值 对不对 哎 它会随着你的使用 它怎么样呢 它会低于它的财产原质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我买一个新电脑 我用了一天 我现在再卖出去 我能卖出个原价 就不错了 对不对 我不可能再卖更高的价格 朋友们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 哎 所以说啊 股权和房产 股权和房产 税法说要用财产原质 不能有市场价 对吧 其他废后名字 税法说用市场价 不能用原质 你发现 它的一个大原则是什么 它的大原则就是 你怎么算 数少就怎么来 对不对 股权和房产 用财产原质算 数比较少 对不对 其他的非和名字产 用市场价值算 数比较低 对不对 都是数比较低的 对不对 那就是怎么低 怎么来 哎 就是说怎么样 能够低估你的捐赠支出 就怎么来 大家看没看到 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那低估了你的捐赠支出 我睡前扣除的就少了 我交税就交的多了 对不对 哎 能体现出来 这个规则有点扣门了 对不对 就是我考虑 我做个公益慈善事业 对吧 哎 其实你反过来想 你要是国家 那个相关职能部门 你也得考虑考虑啊 对不对 这个人老做慈善 对不对 捐了那么多东西 他是真慈善 还是想逃税啊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我得控制风险吧 对吧 控制风险啊 所以呢 低估一点支出 让你能抵的少一些 对不对 从而把一些 想通过公益性捐赠 然后来搞这个税收筹化 想小交税的这拨人 给他挡在外头 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当然从此会误伤掉 一部分真的做公益性捐赠的人 对吧 那你既然有一颗公益之心 你就不在乎再多捐点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捐赠支出 这样你就记住 低估啊 它的基本原则就是 要低估支出 所以股权房产是用原值 其他的是用市场价 然后呢 从扣除笔质上讲 这就一定要注意了 咱们计算题上也是考的啊 那么企业所得税 是用会计利润的什么 12% 老师给大家讲了 一个月捐1% 一年捐12% 是这么来做的 对不对 那公益捐赠 个人的公益性捐赠呢 就不是12%了 比12%要高 是多少呢 是30%啊 30%啊 当然这30%是谁的30%呢 是会计利润的30%吗 对不起啊 我个人我不记账啊 我没有记账的习惯啊 所以企业有会计利润 他就用会计利润的12% 他个人没会计利润 我不做账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是应纳税所得额了 对不对 是我交税之前的税机 对不对 税机的30% 作为我的扣除上限啊 应纳税所得额的30% 但个人所得税啊 因为他不是把他赚的所有的钱 汇总到一起啊 全都变成同样的一个综合所得 然后再去争税的 他是有的是 汇总到一起 按综合所得争税 有的是分类争税 对吧 那问题就来了 我这应纳税所得额的30% 作为我公益性捐赠扣除的上限 对不对 那问题是 哪个应纳税所得额的30% 是我综合所得的30% 还是分类所得的30% 还是经营所得的30% 到底是哪个30% 您都说清楚 还是整体的30% 对吧 国家说 哪个的30%都行 对吧 都行 哪个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你单抽出来以后 要按照 比如说综合所得的30% 对吧 或者经营所得的30% 或者分类所得的30% 对吧 你轮着底就可以了 哎 那那底扣的过程当中 注意啊 那么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 因为它 它是按年计争的吧 对吧 所以说最终 你要确定 我这一年 我工资一共赚了多少 我经营一共赚了多少 那你是不是 就到年底 才算得清楚啊 对不对 哎 所以说对 如果你要把你的 捐资支出 去抵综合所得 抵经营所得的话 那么我们是什么呢 是以当年的 综合所得 当年的经营所得 它的应纳税 所得的30% 去确定你 公益性捐赠的 扣出上限的 但如果你是分类所得 我选 我选择在分类所得当中 啊 用我的分类所得 呃 用我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啊 去扣我分类所得的 应纳税所得 那么就是以什么呢 以当月的分类所得啊 它的应纳税所得的30% 作为公益性捐赠支出的 扣出上限 为什么一个是分年 一个是分年 一个是按年 当年的 一个是按当月的呢 注意这块 出过选择题啊 什么时候用当年 什么时候用当月啊 因为这是跟我们捐赠的 习惯相关的 对不对 如果我 从我的工资里头拿钱 去做公益性捐赠 对吧 那我通常会怎么样的 会算一次啊 我这一年赚了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拿我这一年赚的钱 然后我取出来多少去 去做公益性捐赠 对不对 因为我工资 我按年 我自己心里是按年节的 所以我拿它做捐赠 我也是按年抽成 再做捐赠嘛 对不对 所以说扣我的工资 扣我的经营所得的时候 就以当年的这个综合所得啊 当年的经营所得 作为我扣除啊 就是公益性捐赠扣除那个 他不然这个英纳人所得的 30%吧 这个计算基础 就以年度的这个所得 作为计算基础 但是分类所得 如果我在外边中彩票 中奖了 500万 对吧 刚一出来 媒体争相报道 先生您准备怎么用这钱啊 对不对 明里暗里暗示 我得捐点出去 对不对 所以说分类所得 不管是股息利息 红利啊 还是财产租赁 还是财产转让啊 它是一锤子买卖 我如果想拿这笔钱 去进行公益性捐赠 通常是什么呢 我中了奖 赚了钱了 于是怎么样 我就直接把这笔钱 拿出来做捐赠嘛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我分类所得 既然是按月即征的 那我公益性捐赠扣的时候 也是按当月的 英纳人所得扣 这就是合理的 对不对 你很难想象一个场景 一个人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超市 商场 然后这个 这个买了个彩票 然后中奖了 对吧 然后说你 你准备捐多少啊 那人说别着急 对吧 我这个月中了 我下个月呢 对吧 我下个月再来买 说不定下个月还中的 对不对 然后再下个月再买 说不定再下个月再中的 对不对 我要看一看到这一年年底 我一共中了多少钱 我再去决定我捐多少 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人 对不对 合着你拿中奖 当工作了 对不对 月月到这来 就想月月都中奖 哪有那没事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锤子买的 你通常不会等到一年 做个累积也加总 然后再去捐 对吧 而是出现了 你就拿这笔钱去捐 你就完事了 所以分类所得 就按当月的一纳税所得 乘以30%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些都是居民个人的 但是非居民个人 因为他待的时间不长 对吧 他的工资也是按月节的 按月交税 对吧 分类所得呀 对不对 也都是按月交税 所以非居民个人发生了 他发生了公益性捐赠支出 首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 不远千里来到中国 还做公益性捐赠 那我仍不认识你 睡前扣除啊 肯定也允许 对不对 仍不认识你都扣啊 肯定不行 那得跟我们自己人一样 对吧 也都是30% 那是谁的30%呢 因为你待不长嘛 所以统一就是当月的吧 当月的 应他日所得的30%啊 可以在睡前扣除 这是扣除比例 以及对应时间的规定 大家能明白了吧 它跟我们的捐赠习惯 是相关的 那么这个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 供应性捐赠 都是啊 点按照我 应他日所得的30% 作为上限 超过了就不让扣了 不是 对于一些供应兼奏 对不对 国家说 我之所以之前那个 给你设限 就是因为我不相信你这个人 把你自己赚的钱 全都捐给供应事业了 30%啊 同学们 大家想一想 您的工资 拿出30% 居然你肉不肉疼 对不对 现在让你拿40% 50%呢 是不是更肉疼 对吧 所以说呢 你想你都觉得肉疼 那是不是将心比心 你觉得 有这么一个正常人 把自己这么多的钱 都捐出去吗 好像有点 对吧 对吧 国家也会怀疑 所以给你一个扣出上限 但是国家说 如果你给一些特殊的地方 进行供应性捐赠 那这个机构 我是完全相信的 对吧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跟你合谋 然后呢 把这个你捐的钱 回头又退给你 然后用这种方式 让你少交税 对吧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因此呢 你给这样机构捐赠 你捐多少我都认 因为我相信他就是供应性捐赠 所以就不再给你设限了 那么这就叫做什么呢 一些特殊 一些扣除比例的特殊规定 比如说 像红十字事业 进行的捐赠 像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之处 像公益性的青少年活动场所 就咱们那个什么 小时候我们经常去那少年宫 对不对 等等 这叫青少年活动场所 对吧 这些捐赠之处 当然我这里边没有列出来 没有列出来 但是呢 在考试当中 大家看到一些什么基金之类的 你应该大致能创断出 一看那基金 挺有名 这肯定是国家认可的吧 对吧 所以对于这样 这个基金 它的捐赠之处 就不设限了 这全额可扣了 所以注意 这是可以全额扣除的 全额扣除 但是呢 这个 这个义友 咱们刚才讲的 就是我这个供应性捐赠之处 它既可以在综合所得里扣 也可以在经营所得里扣 也可以在分类所得里扣 对吧 既可以全额扣 也可以限额扣 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我到底应该在哪个里先扣 在哪个里后扣 是先扣全额的 还是先扣限额的呢 就设立到一个扣除顺序的问题 那到底怎么扣 注意 由自己自定 由个人自定 如果考试考题的话 考题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人选择 先在哪扣 后在哪扣 你一定要看清楚 然后呢 计算的时候 再根据他自己的选择 来进行扣除 那我们分别来提示大家一下 首先 这个选择在综合所得里 还是分类所得里 还是经营所得里 去扣这个事 那么刚才跟大家说了 都是自行决定的 都是自行决定的 国家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事说明国家很聪明 为什么呢 因为不同的人 他选择在哪个地方先扣 他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捐了一笔钱 十万块钱 我是在综合所得里扣呢 还是在分类所得里扣 还是在经营所得里扣呢 那你就得看你这个人怎么样 如果我这个人工资赚的不多 才适用什么呢 适用3%的最低的综合所得的税率 但是我们家房多 我在外面租房收了好多房租 对不对 房租大家知道税率多少 20%对不对 属于是比率税率那一部分的 所以你看 我供应性捐赌捐了十万块钱 我不管是在综合所得里减 还是在那个房租里头减 他减的钱数是一样的 都是十万对不对 但综合所得我适用税率3% 那个财产租赚我适用20% 你说我在哪个里减更合适 大家想想 在哪个里减更合适 肯定是在财产租赚里里减了 对不对 因为我减的钱数是一样的 但税率不一样 那就是哪个税率高 哪个先减 对吧 所以我先在房租收入里头 减这个 供应性捐赌十万块钱 对吧 假如说那块最多能减八万 那我们还剩两万吗 剩两万在哪减 你说就可以在综合所得里减了 对不对 所以我选择先在房租里减 减完剩下的 再在综合所得里减 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什么呢 就可以最大可能的 去放大供应性捐赌的 结税效果 对吧 因为那边税率高嘛 但反过来说 如果我这个人 工资收入倍高 试用税率45% 对吧 然后呢 那边当然也租着房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该先减哪啊 我是不是得先减我的什么呢 综合所得了 对不对 因为我综合所得 是用税率高嘛 对吧 先减综合所得 这样的话 成税率以后 我结税的效果就更明显了 就能让我更少交点税 对不对 所以说 居民个人自行决定 你怎么决定呢 先扣那税率高的 再扣那个税率低的 同志们 大家学税法 不是白学的 对不对 这块学到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一个人同时发生 这个限额30%扣除的 和全额可扣的 公益性捐赠之处 该怎么扣 这块税法说 自行决定 你愿意怎么扣 就怎么扣 啥意思呢 就是我记 通过这个公益性社会组织 或者是现金以上 这个政府部门 我先间接的 进行了一下捐赠 然后我又给什么 红十字会 或者是那个 青少年混的东西 我又捐赠了 这些我都捐了 对不对 那像这种 给红十字会等等 这样的捐赠 我捐多少 都能够全额扣 对不对 我那个间接捐赠呢 是按照我 应纳税所得的 30%限额扣 对不对 比如说我应纳税所得额 比如说 20万 然后呢 这个限额扣的那部分呢 限额扣的那部分 5万 全额扣的那部分 10万 对吧 我捐了10万出去 我先扣限额 在扣限额之前 我的应纳税所得的是多少 是20万 对不对 20万乘以30% 23多少 6万 对不对 这6万的话 5万能不能全扣 能全扣啊 对不对 没超限嘛 所以5万可以全扣了 20万减掉5万 还剩15万 剩下的10万能不能扣 能扣啊 他什么时候扣都全额扣了 对不对 什么时候扣他都能全额扣 你就往后排呗 所以从扣除顺性上来讲 这是有技巧的 大家知道 先扣税率高的 对吧 先扣限额的 这些都是技巧 都是技巧 然后从扣除环节上来讲 我们之前说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是按年扣 对吧 分类所得是按月扣 对不对 但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 它虽然是按年会算金角 但是它可以按月玉角 那么预角的时候 能不能够把供应性捐赠 税前扣除呢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看情况 工资是可以的 劳务搞成特级权 使用费就不行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公司 打工赚工资 现在我做了一个好人好事 我供应性捐赠了 你可以不用等到 年终会算清奖的时候 再填报系统 再去进行税前扣除 少调税 你完全可以怎么样呢 拿着你捐赠这个凭证 找你财务 然后跟你财务说了 说你看我做好人好事了 你这个月 这个预缴我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麻烦帮我把这个 供应性捐赠扣一下 预缴的时候 是可以扣的 注意啊 就允许预缴扣除的时候 工资预缴是可以扣的 如果你经营所得预缴 也是可以扣的 但是你的劳务 退役权和稿酬 在预缴的时候 就不能够税前扣除 供应性捐赠了 必须到年终会算 清缴的时候 才能扣除 那于是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对不对 你不懂为什么 你光这么死经营带 你是很快就会忘的 为什么 因为什么呀 因为工资和经营所得 大家想想 它是预缴的时候 应纳税所得高的 还是到年度 会算清缴的时候 应纳税所得高的 那通常是 年终会算清缴的时候 应纳税所得更多 对不对 因为什么 这就好比问你 你是头两个月 工资赚的多 还是全年工资赚的多 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那肯定是我工资 一个月一个月累计下来 到全年的时候 我累计的工资最多 对不对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预缴的时候 工资也好 经营所得也好 它的应纳税所得低 所以以应纳税所得为基础 乘30% 允许你税前扣除的 公益性捐赠 是多了还是少了 就少 对不对 就少 对吧 所以在预缴的时候 就把公益性捐赠扣除 是什么呢 是有可能扣少了的 公益性捐赠扣少了 那交税会交的怎么样 交税就会交多嘛 对不对 因为工益性捐赠扣扣的少 税机就减的少 那么税就交的多嘛 所以在 所以允许你扣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扣 它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让你多交税 那事务局官乐不乐意 乐意啊 对吧 很开心啊 对吧 在这扣能多交税 事务局官很开心 对吧 而与之相反的 预缴的时候 劳目特取权和搞仇 它有可能会高股 应纳税所得 为什么呀 但之前被口诀了 三心预缴 四千戒 戒下八百 上八折 搞仇预缴 折上折 对不对 这是三心预缴的时候 它的预缴方法 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收入打个八折 对吧 或者减个八百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可以了 那除了打这个八折 或减八百以外 它还减别的了吗 比如说基本减出费用减了吗 没减吧 对不对 专项扣除减了吗 没减吧 专项附加扣除减了吗 也没减啊 都减到哪去了 都减到工资里去了 对不对 所以劳务特议权搞仇 在预缴方法下 它的那个应纳士所得额 它没有扣基本减出费用 对不对 没有扣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等等等等 对不对 你实际缴纳的时候 才会把劳务搞仇特议权使用费 给拿到综合所得里头 才会减那个 减那些减出费用的 对不对 所以在预缴的时候 因为没减那个每个月五千 对吧 没减那个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就导致劳务搞仇特议权 省费怎么样 它的税机就变大了吧 就容易高估 这税机一高估 乘以30% 公益性捐动的上千就会怎么样 就会被高估 公益性捐动就会被扣的多 对不对 公益性捐动被扣的多 交税就怎么样 就招的少 对不对 那国家说呢 不行 对不对 你可以多交税 不能少交税 所以这个规定的 它的由于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工资 经营所得 通常会低估税率 低估 这个税机 所以呢 会导致 什么 公益性捐动 这个允许你扣的 这个上千少 所以我说可以 对吧 因为会多交税 对吧 下边这个 不行 因为会少交税 对吧 当然呢 你也不能说呢 国家这样不公益 为什么呢 因为会算清缴的时候 它会会最终 给你算一个总数 然后最终 给你算一下 公益性捐动 允许扣多少 对不对 那个时候再多退少补 对吧 于是就造成了 一个很奇 很奇妙的现象 预缴的时候 公司经营所得 税机了吗 低估了税机 不就低估了 公益性捐动的 扣出上限了吗 就有可能什么呢 比如说 我公益性捐动 捐了十万 对吧 你把我的扣出上限 低估了 你说 你的扣出上限是八万 对不起 那两万你不能扣了 所以我在预缴的时候 我公益性捐动 扣的就少了 对吧 我就有损失嘛 到了会算清缴的时候 我工资经营所得 这一年一加总 怎么样 税机就大了 税机一大 公益性捐动的 扣出上限也大了 我捐这十万 之前有两万 不能扣的 到了年终会算清缴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扣了 能扣了 年终会算清缴的时候 能多扣两万 就能让我的税机怎么样呢 少两万 税机一少两万 我交税就能少交 对不对 于是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预缴的时候 这不是预缴税款吗 预缴的时候 因为我扣的少 所以预缴的税额多 实际缴大的时候 因为我扣的多 所以实际缴大的税额少 你看预缴税额多 实际缴税额少 多退少补吗 所以我之前交税交多了 怎么样 会给我把多交的税 退回来 也就是说 我公益捐责 没白捐 最后还是会 把多余的钱给我的 对不对 但是从心理感觉上 同学们 从心理感觉上 大家想一想 最后给你退税 你心里开不开心 很开心啊 其实很开心的 对不对 我最后个人所得税APP 一做纳税申报 回家给我退税了 好开心啊 对不对 但反过来说 劳务搞熟特议钱使用费 对不对 我税基给你高估了 对吧 预缴的时候 是 我让你公益性捐赠多底了 让你少交税了 实际缴大的时候 对不对 我把这个基本减成分用 什么的一减 减完以后 发现你税基没那么高 税基其实挺少的 税基这一少 公益性捐赠的扣出上线就少了 公益性捐赠 不让你扣那么多了 等于实际缴大的时候 你要多交税了 那怎么样 把你预缴的税 预缴的时候 少交的税 给我补上 所以个人所得税 APP最后纳税申报的时候 变成补税了 那你怎么样 心里怎么样 相当不爽啊 对不对 早知道我把个人所得税 APP删了 我不做回来心脚了 是不是 还得多 还得再补税 那是不是心理感官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样的规定 到最后是干嘛呢 是可以让你退税 千万别让你这种补税 对不对 省得造成你心里的这种不爽 对吧 对这个征税产生抵触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个效果吗 对吧 但最终年度的时候 是不会 国家是不会占你便宜的 是不会占便宜的 当然这里边 老师再顺便多说一句啊 因为咱们那个横高点基础班 可以聊一些 稍微扩展点聊啊 那大家可以思考思考 个人所得税APP啊 咱们最后拿它 做汇算心脚的时候 是退税好 还是补税好 真的是退税 退税一时爽 一直退税 一直爽吗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啊 其实不是 我之前2019年 刚开始做这个 个人所得APP的 汇算心脚的时候 当时我还记得 我跟我爱人 然后爱人说 说哎呀 他一个同事 就把最后退税的时候 退了好几万 他可羡慕他同事了 我就微微一笑 我说有啥可羡慕的 退税不是好事 同志们 退税不是好事 为什么说退税不是好事 那国家为什么 把税退给你啊 是因为国家奖励吗 不是啊 是因为国家 在之前的月份当中 征税征多了嘛 对不对 征税征多了 最后不得已退给你的 等于说你这笔钱 原本就应该在之前发的 只不过是提前国家 给你征上去 多征了 占了你好几个月的税款 最后退给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退税 是因为国家 占用了你的资金 后来退给你的 你说这事好事吗 那你再说补税 补税真的是坏事吗 等于是这个补的税啊 原本应该之前交的 你之前没交 你占国家便宜了 对不对 然后一直把这个钱 拿在手里头 还不用 还不能交利息 对不对 一直自己用 对吧 用到最后 到年终亏算清缴了 不得已再把这点钱 还给国家 是你从国家借的钱 还给国家啊 而且国家还不着 你要利息 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啊 对不对 所以学购税法的同志们 大家应该知道 如果你最终 年终亏算清缴的时候 是补税 你应该高兴 哎呀 我占便宜了 对吧 这么多的这个无息贷款 国家也没找我聊意义 你如果是要退税 退的越多 你应该越不乐意 哎呀 我这点钱呢 那都是国家占的 所以你看 那就是学过税法 和没学过税法的人 他对于补税和退税 他这个观感上 是有差异的 好 那么这是 这个 这个预缴的时候啊 这个公司 进行所得 是允许预缴的时候扣 然后这另外三心 是不允许预缴的时候扣 对吧 分类所得 他因为没有预缴的 这个问题 他这缴纳 就是实际讲大 哎 那么所以分类所得呢 哎 就是按月去扣 就完了 但是在这里边 分类所得里头 有一个注意的 就是一些 原本应该算到综合所得的 但是呢 被拎出来 单独计税了 比如说全年一次性奖金 以及股权激励所得 我们给大家讲 咱们记住班在讲 股权激励所得等等啊 它都是一次性的 对吧 一次性 然后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单独的抽出来 哎 单独的计税 对于这种单独计税的 怎么样呢 也是按月扣 哎 等于我拿了十万的一次性奖金 我准备做一点公益性试验 把他捐出去了 哎 那么怎么样 这单独扣除就可以了 哎 这也是跟我们这个捐赠的习惯相关的 你不能说全年一次性奖金 其实也是综合所得啊 对不对 哎 所以呢 我也放到综合所得里头去预讲了 啊 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已经把它拿出来单独计算了吧 好 那么这是有关于公益性捐赠的 啊 它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 这个咱们考试需要注意的知识点啊 咱们接下来看几道题 来练一练 首先2019年的一道真题啊 说个人下列公益究竟的捐赠 以其申报的 应当日所得的30%为限额扣除的 哎 就考你哪些是限额扣 哪些是全额扣的问题呗 所以我们看 A 通过县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捐赠 其实你一看A就是对的 对吧 通过县政府 对贫困地区的捐赠 又是公益事业 又是间接的 对吧 所以它就是限额扣 这没有问题 所以BCD都可以不用看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B 对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捐赠 C 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 这个大家有印象吧 刚才我说有一些特殊的 捐了以后 全额可扣的 就说过这个 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了 少年工 对吧 然后D 对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捐赠 对吧 你看B和D 咱都没学过 没学过 同志们 咱们从咱们的常识来判断一下 教育发展基金 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这是不是好事啊 都是好事 对不对 它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规范的这种基金组织 对不对 国家也相信 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 全额可扣 为什么全额可扣 是因为你捐给这个地方 国家是认可的 相信他不会跟你 这个玩包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教材里头 是有很多的 对吧 相关的 给你列了好多的这个基金 说这些都是全额可扣的 你需要记吗 对吧 我就想问问同学 你需要记吗 没必要 对不对 你只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一看名字 就大差不差 你就知道 这肯定是 可以全额可扣了 就可以了 而且你A 你是有能力选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间接 用于公益的 对吧 你就限额可扣吧 所以掌握这两点 就可以选出A 你不需要再去 一个一个死进被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这个道理 所以答案是A 考试要掌握一些技巧 掌握一些技巧 我是比较反对 这个死进被的 然后再看2021年 也有一个真题 说个人捐赠的 下列非货币定资产当中 因按财产原值 确定个人捐赠支出 我的 咱们负一负接 哪些是按财产原值 一个是股权 一个是房屋 对不对 因为股权和房屋 怎么样呢 它通常后边的市场价 比财产原值还高 对不对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能少扣点就少扣点 所以扣财产原值 除了股权和房产 其他的车呀 电脑啊 衣服啊 等等 你随着你用 它的市场价 一定是低于原值的 那就用市场价 对吧 所以这里头是怎么样 是房产 除了房产以外 其他的都是用市场价 这不是用财产原值了 这是个人所得税 选而逼 那负一负一 企业所得税呢 企业所得税 供应性捐赠支出 那就什么 股权和股票 是股的 是财产原值 剩下的是供应价值 包括房产 他们俩之间不太一样 所以这道题 如果换成 问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对不对 你这也稍微注意注意 它的选项就不一样了 好 我们再看2022年 所以你发现没发现 公益性捐赠 包括公益性捐赠的扣除 我跟大家说 是近几年的老考 对吧 尤其包括综合体的时候 说老考 像2022年这道题 我就是从综合体里头 抽出一问来考大家的 对吧 所以说公益性捐赠 是一定要掌握的 一定要掌握的 我们来看 居民杨某 唯一一名独立职业的 首饰设计师 2021年6月 与其境内 某企业签订了 首饰承揽合同一份 收取不含税加工费 20万 我给他加工首饰 然后收了20万 当年没有其他综合所得 不考虑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和依法规定的其他扣除 那么9月份 通过当地县民政局 捐款5万 通过民政局 捐款5万 怎么样 用于救济当地特供人群 这属于典型的 全额可扣还是限额可扣 限额对不对 限额30% 那么个人选择 在综合所得中 扣除公益性救济捐赠 就是从这20万 综合所得里扣 杨某综合所得 年度会算轻小时 准以扣除的捐赠支出 是多少 考你扣除上限 怎么计算 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怎么计算 你得先计算 应那是所得额 对不对 我们是应那是所得额的 30% 做扣除上限 所以你就得去看 他综合所得这20万 这个赚的这20万的收入 他对应的 应那是所得额是多少 怎么办呢 咱们不是讲过 综合所得的 那个应那是所得额的 计算口诀吗 背一背 功劳特稿是综合 除公减二 搞七折 一老欲小 房租贷 年金保险免政额 对不对 这是口诀吗 对吧 那你对应的看一下呗 功劳特稿是综合 这里边他赚工资了吗 他赚的20万是什么呀 对吧 是什么呀 你说是工资吗 其实不是 他独立职业的嘛 没人给他发工资 但是他自己赚的钱 对不对 所以不是工资 是搞仇吗 肯定不是 是退一全使用费吗 也不是 这20万是什么呀 这20万是劳务 是劳务 先判断清楚 他是劳务 为什么判断清楚 为什么要判断这个 因为除公减二 搞七折嘛 工资收入直接拿进来 不用减 对不对 劳务搞出退一全使用费 收入拿进来 是要打八折的 搞仇还得折上折的 对不对 所以你得判断清楚 这收入的性质是什么 你才能知道拿进来的时候 该不该打折呀 打多少折呀 对不对 所以先判断清楚 这20万是劳务 对不对 所以除公减二 搞 除公减二 搞七折 这是劳务 对不对 所以劳务进来的时候 是打多少呢 是打八折 就减20% 所以20万 减掉20% 就还剩80% 20万的80% 是多少呢 二八一十六 对吧 16万对吧 所以说打完八折以后 16万 然后怎么样呢 一老一小房租贷年金保险免征额 那就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扣除 其他扣除 基本减除费用 你看这道题里头 不考虑专项扣除 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 不考虑其他扣除 那就剩一个了 怎么样 一老一小房租贷没有吧 年金没有吧 保险没有吧 免征额吧 对不对 就剩免征额了 所以用口诀免征额 一个月扣5000 一年扣6万 对不对 所以20万打八折变成16万 16万再扣6万 还剩多少 还剩10万 这10万就是什么 就是应纳税所得额 对不对 这口诀不就是为了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的吗 好 现在应纳税所得额 10万出来了 公益性捐赠 是应纳税所得额的 30% 对不对 所以乘以30% 10万乘30%多少 3万吧 所以准以扣除的上千是多少 是3万 对不对 实际捐赠多少 是5万 所以允许扣多少 准以扣3万吧 先私递吧 对不对 这难吗 其实也还好了 对吧 不太难 对吧 顺便说一句 准以扣除的支出 准以扣除的支出 咱不是算了半天 算出扣除上千是3万吗 对不对 你得看提干 提干如果不是5万 如果不是5万 比如说是2.5万 提干告诉你是2.5万 你费了半天进 算出扣除上千3万 一看选择题 选项有的3万 好开心 直接选3万 这事对吗 就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实际捐赠的 假如说是2.5万 它没超过上千3万 所以实际扣除 你扣除是什么 你就得看选项里头 有没有2.5万了 大家明白吗 所以你还得判断一下 实际捐赠的这个 和我的支出上限 到底哪个低 对不对 千万别费了半天进 算出一个扣除上限 心里一开心 直接选了 这就是什么呢 功亏一亏 差了一步 没把这两分拿到 这很可惜 好 那么之所以我们把 最后一项扣除 公益性捐赠的扣除 给大家讲完了 咱们那个税机就刷了 税机pass了 然后之后咱们再讲一个 什么呢 税收优惠 对吧 你看实际税的五个问题 征税范围和纳税人 是第一个问题 就要不要交税 第二个是税机 第三个是税率 对吧 第四个就是优惠 第五个征收管理 咱们放哪 放基础班去讲 对吧 因为涉及到的 分数相当较少 所以咱们提一下 主要的减免税优惠 咱们个人所得税 专题也算是过了 那么在减免税优惠里边 分成几类 第一个是各种基因和补助 什么各种基因 就三险一金 三险一金 就是咱们的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失业 还有一个住房公金金 对不对 这个三险一金 按照国家的规定范围和标准 你去进行缴存的 那么这样的三险一金 免不免个人所得税呢 免征个人所得税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 你们单位给您交的 那个私房公金金 基本医疗保险金 医美养老保险金 失业保险金 包括你 因为我个人 跟企业不都在缴存不得 我个人缴存的那一部分 怎么样呢 国家给你免个人所得税 这是鼓励大家去往哪 去往医保 这个养老保险 那些社保基金里头存钱 对不对 所以我给你免税 对吧 但是一定要什么呢 规定你扣出 这个缴存标准 你不能超过标准 对吧 他避免为了避免什么呢 为了避免有的企业 怎么样啊 他说了 你国家不是说 我给员工发工资要交税 我给员工交社保 就免税嘛 对不对 那我就 我把原来原本要发的工资 我全交社保里头 对不对 我给你一个月 发两万块钱公司 十发工资 一块钱 剩下的一万九千 九百九十九块钱 给你存到住房公金金上 然后你再转过来 住房公金金买房 一用 你再一取 这就反过来 就变成什么呢 变相的去不交个人所得税了 这样能行吗 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国家说 你可以交 我也鼓励你交 但是给你的限度 对吧 所以一定注意 是在规定范围内的 对吧 包括你缴纳的时候 是免的 你要是领用的呢 提取住房公金金 基本药老金 基本医疗 还有失业保险呢 那也是免的 对吧 也就是从进去 到最后拿到手里 都是免的 都是免的 这三千一金 然后就是各种补助 一个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发给干部职工的 安家费 退职费 基本养老金 或退休费 离休费 离休生活补助费 就退休费 离休费 这个安家费 这个对吧 等等等等 大家知道 这个退休金 是不交个人所得税的 对吧 这个有一个基本常识 所以有些 我们的减免是优惠 大家其实不用死尽一杯 你一看 对吧 你一看 退休生活补助费 对吧 都老人了 对不对 这个还交什么个人所得税 对吧 作为一个常识 大家知道 一看就知道 这应该不交 就可以了 掌握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下边的 福利费 抚恤金 救济金 军人转业费 复员费 保险赔款 这些 也是不交 就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在这里边 比较容易考的两个 我给大家涂黄了 涂黄了 提示大家 提示大家 就是提示大家一下 一个是福利费 一个是保险赔款 容易作为考试的 选择提示选项 那么这里边 一定注意福利费 不是什么福利费 都免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是容易出 出这个干扰项的 这个福利费 它特指什么呢 特指是 对于一些个别员工 就是个别员工 不是所有人 个别员工 因为生活困难 所给予的临时性补助 对吧 前两天 我们家楼上着火 大半夜的 着火 我抱着孩子 拿着被子 裹着孩子 光光光跑到楼下去 对不对 然后抬头一看 我以前的那火光冲天 那火蛇都直接窜出 窜出窗户了 对吧 大半夜的 在寒风之中 抱着我们家孩子 印象非常深刻 对吧 那你说那烧 烧完了以后 那家人是不是挺惨的 对吧 大半夜的去哪 对吧 其实挺惨 其实挺惨 那假如说单位 知道的员工出现这种情况 我给一些补助 对吧 让他们在外边 先买冰 在冰馆里头 先住几天 这个事 你说怎么样 是不是人 这个 这个 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费用 也是我所得 对吧 也是单位给的 对吧 给的钱 对吧 这个钱国家在征税 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钱国家说了 哎呀 我一定是给你免的 你都那么困难了 对吧 这大能力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 你首先你有客观的困难 对吧 而且不是 不是全单位 全单位所有员工 对吧 房子全少了 这事不太合适 对吧 个别人 而且是临时性的 不能不能不能我给你 给你一辈子 对不对 哎 这种情况下的福利费 是给免个人所得税的 那反过来说 不是因为生活困难 对吧 我们单位说 这个到我们单位上班的员工 我一人配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笔记本电脑算福利费 免个人所得税 开玩笑呢 对不对 不可能 对不对 不是因为你生活困难 对不对 这就是 这给的额外的福利 这个能免个人所得税吗 这不行 对吧 而且不是个别人 我给单位 人人有份 大家都有 给这钱 或给这东西 能免个人所得税吗 也不行 对吧 第三个 不是临时的 对吧 一直发 对不对 哎 我们的这个午餐补助 对吧 到了夏天防暑降温费 对吧 每个人都有啊 而且每年都发 这个福利费 发的这钱 能不能免征个人所得税 也不行 同志们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做选择题 如果出这个福利费的时候 你一定要判断一下 首先如果他说 就说福利费 而且没有别的选项了 那你知道 他是免个人所得税的 他如果说的具体一些 比如说 这个午餐补助啊 这个对吧 这个防守降管费啊 等等 你一看这名字 你就知道 大家都能领的 你就知道 他不是不能免个人所得税的 听懂了吧 第二个 保险赔款 为什么也给免个人所得税啊 因为没有所得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保险赔款 对不对 我这有损失了 你给我赔点钱 对吧 我损失一万 你赔我八千 我损失五千 你赔我三千 等等对吧 那最终你有所得吗 没有啊 因为你损失 一定比那保险 他给你退的 要更多一些嘛 对不对 所以你都没有所得 你谈何要交 个人所得税嘛 所以保险赔款 免个人所得税 原理在这啊 原理在这 因为首先你已经有损失了 肯定是没发生什么好事 才有着保险赔款 对吧 而且你再赔保险 也不可能赔够你本金 所以在这个时候 国家说了怎么样的 就别争个人所得税了 就给他免了吧 然后就是个人按照规定标准取得的拆迁补赞款 你其实没学 你一看这个按规定标准取得的拆迁补赞款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样的 别找人征税了 不合适 对不对 我都把人家拆了 对吧 给他补偿 我还找人征税 不太合适啊 所以你看 记住这些啊 记住这些 他的基本的考试的技巧 就是一看这东西 你就觉得应该不要交税 就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 选择的时候就这么来选啊 然后就是企业依规定宣告破产 职工取得的一次性安置收入 也是我获得的收入 也是所得 对不对 这个所得国家说 给你免个人所得税 在这块注意 有一个干扰项 可能会出 大家一定要小心 别选错了啊 什么呢 你看它是什么原因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啊 如果是企业宣告破产 那么职工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 国家不管什么条件 都是给你免税的 但如果说是因为你个人 企业跟你解除了劳务合同关系 我给你说白了就是给你开了 对吧 然后给你的那个一次性的经济补偿金 那东西免不免个人所得税呢 就不免了 也不是不免啊 就是它要满足条件才能免 什么条件呢 如果不超过当地上年职工工资三倍 就是当地的去年的职工的平均工资的三倍 在这个范围之内给你的经济补偿金怎么样的 也是免税的 但超过三倍了就不免了啊 所以这块一定注意点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破产给的安置费 多高都给你免税啊 如果说是辞退给你的补偿金 那补偿金在这个年这个地区啊 职工年平均工资三倍以内的 就是相当于给你给你一个平均三年的 那么一个补偿吧 对不对 在这个以内的也是给免的 但是超过的就不给免了 对吧 其实在道理上哪也能明白 企业都破产了 是员工的责任吗 不是啊 员工很惨的 破产企业没 一时没工作了 很惨的 对不对 所以给你多少补偿 怎么样的 国家都都不争水 对吧 不予民争利了 对吧 但是你这是被辞退 被辞退 这个反思反思 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 虽然被辞退也是一点很惨的事情 但是怎么样的 相比于那个破产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被辞退 然后你 然后你那个 给你的经济补偿金 对不对 你给的太多也不合适 对不对 所以反过来说 在这块 其实同志们 大家还可以想象一下 这么一个场景 对不对 如果说 我跟员工 解除劳务合同 给他的一次性补偿金 注意啊 不管多高都免税的话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想想 我是一个公司的职员 对不对 然后呢 今年要给我发年终奖了 就是说 这个 企业一看 说我给你发年终奖吧 这个交的税 交的比较多 干脆这样 我把你辞了吧 我把你辞掉 然后给你经济补偿金 国家说 经济补偿金 免税 这不就可以少掉税了吗 对不对 然后明年 我再雇你呗 我再把你雇回来 对不对 大家想 我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可能啊 对不对 有可能啊 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这块国家也防着你呢 不能说 你只要一辞 我就给多少 我都能让你免税 我得给你个限制 万一你辞完了 给我这玩花活 对吧 过两天再给他雇进来 然后再过两天 再给他辞掉 对不对 这样行不行啊 肯定就有问题了 然后就是一些特殊的 临时性的就在2020年的1月1号到2023年的12月31号 怎么样呢 涉及到这个疫情的参加疫情防控的咱们的这个医务人员和这个工作者啊 能够按照相关规定取得的临时性的工作补助和奖金的免证个人所得税 这你需要记吗 其实也不需要记 对吧 这种临时性考 考的可能性不大 但即使考了 你大概也应该知道 对不对 防疫工作者也很不容易 对不对 给他的这个奖金补助什么的 就免证个人所得税 这理所当然的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单位 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冠肺炎的一些药品 医疗用品啊 以及这个防护用品等等食物啊 哎 这个发给员工是每个人都有的 对不对 刚才我跟大家讲了福利费 不能每个人都有吧 对吧 但是这个特例每个人都发口罩 都发那房子消毒业什么的 这个东西他国家也是给什么的 也是给免证个人所得税的 你要发别的不行啊 一人发一份月也别的 那不行啊 但是发这个口罩什么的 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注意不包括现金啊 哎 我发防疫物品可以 我发防疫现金不行 这道理啊也能明白吧 我发防疫物品 对不对 你你也没点卖去了 对吧 你只能用 但我发防疫现金 你回去的时候 你不拿的钱买口罩 你拿的钱买吃的去了 这我能管得了吗 管不了吧 对不对 所以国家说这块 不能给他漏洞啊 不能发现金 可以发物品 发物品 不争个人所得税 但一定是防疫物品啊 不能发一枪鸡蛋 对吧 也是防疫物品 我们要补充蛋白质 不能这样啊 好 这是各种金和补助啊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利息啊 利息 我们注意到一个是国债利息 我们一说国债利息 大家知道 不管是政治税 还是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全免 对不对 然后就是国家发行的 金融债券利息 一样的道理 都是国家鼓励的 都是给国家借钱的 对吧 然后就是带储 带储蓄的啊 对个人取得的 教育储蓄存款利息 国务院财政部门 全景的其他专项储蓄存款 或者是储蓄型 专项基金存款的 带着这个储蓄的啊 这个基金存款的利息 对吧 都是免个人所得税的 然后呢 2008年1月 这个10月9日开始 对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息 这跟我们老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 对不对 那么居民储蓄存款利息 免个人所得税 那么企业的存款利息 没有免企业所得税啊 不免啊 一定注意 企业所得税一提免税 大家记住 就那四个收入 对吧 一个是国家利息收入 对吧 然后就是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 收的那个佛条件呢 那个这个股息 对吧 然后就是非盈利组织的 非盈利收入 对吧 咱就讲了这四个 除此以外 剩下的那些 咱就别考虑免税的问题了啊 这是涉及到储蓄啊 然后呢 就是咱们 这个之前考题 我也跟大家说的了 就是个人投资者 这个持有的 2019年到2023年 发行的铁路债券 取得到利息收入 一说铁路债券 注意 它就不是免税了 减案50% 我跟大家讲了 铁路 那铁路公司 那也是公司呀 对不对 我给你公司借钱 对不对 然后专利息 跟给国家借钱 专利息的不是一回事 对吧 只不过你这个公司 它有什么 它承担了比较大的社会责任 对不对 它跟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 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借个钱怎么样 它有一定的公益性 对不对 所以呢 不给你全免 给你减半 对吧 减案50% 征个人所得税 好 我们看一道题啊 说个人取得的下利息收入 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事 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也不缴 不缴对吧 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也不缴对吧 持有铁路债券取得利息 对吧 它是要缴的 然后就是个人教育储蓄 一看储蓄就不用缴 对吧 所以这题选C C是要缴的 只不过减半缴 我们再来看2020年 咱们考试考题 综合题里头的一问 梁某2021年1月份 购买了省政府债券 铁路债券和企业债券 分别取得利息收入是8万 4万和2万 梁某债券利息收入 应该拿个人所得税多少 对吧 其实也就是讲 考这个免税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什么 取得省政府的这个债券 大家首先先想想 老师你不是说国债利息免税 你没说省政府债利息免不免税 一样的道理 都是国家从你这借钱 对吧 或者地方从你这借钱 对吧 然后给你的利息 这东西怎么样呢 国家要不要支持 要不要鼓励 一样的道理 都要支持 都要鼓励 对不对 所以这块省政府债券也是给免税的 那铁路债券呢 减半征税 对吧 企业债券呢 该中多少征多少 对不对 搞明白这一点 然后这8万怎么样呢 他就不征税了 4万是减半征 2万是全额征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计算呗 计算的时候 同学说 老师我思路不明确 我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一定记住 任何的税 在计算的时候 就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税机 一个是税率 所以你先问自己 税机是多少 税率是多少 把这两个问题 搞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这道题来讲 税机是多少 这4万和2万都是收入 对不对 收入 那么这个利息收入 它允许扣什么吗 我给大家讲过 就是计算税机 分类所得 计算税机的时候 利息股息 偶然所得 除特殊情况之外 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是不让扣的 不让扣东西的 就是收多少 就收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里边 4万 减半征就是2万 这2万就全额征 所以一共税机是多少呢 是2万加2万 是4万 税机出来了 是4万 税率是多少 分类所得的税率 不都是按20% 比例税率吗 对不对 除了一个个人出租住房 是10%的一个低税率以外 剩下都是20% 所以税机是4万 税率是20% 口算一下就行了呗 4万乘20% 4万乘0.2 对吧 0.8 所以这题选A嘛 对吧 不难啊 两分就难到了啊 好 那么我们再看 第三类减面税的项目 就是各种奖励啊 各种奖励 第一个 省级人民政府 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均以上的单位 注意这个级别啊 省级的或职加市的 对吧 比如北京市啊 给的市署的 这个一些的 对吧 职加市的一些奖励 也可以啊 以及啊 外国组织 国际组织颁发的 科学教育技术 文化 卫生体育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免征个人所得税 所以这里边考试 就非常容易考什么 考你低级别的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县级的 对不对 我们乡一级的 对吧 我们区一级的 给的一些什么 卫生奖啊 体育奖啊 科技奖 教育奖等等 那个免不免个人所得税 注意就不免了 对吧 如果是咱们 刚毕业的同学们 大家知道 我拿 我获得那个 全国奖学金 那属于全国性质的 那就给免税 对不对 我获得一个 校级奖金 那能不能免个人所得税 你就不能免 对不对 作为企业员工 对吧 我在年末 获得了我们 我们单位给的一个 什么工作小能手 对吧 奖励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 能不能免个人所得税 它不也是奖金吗 不能免啊 因为级别退机 级别退机 不能免 这是一个啊 然后就是个人举报 协查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获得的奖金 免征个人所得税 这给你 你没学过 基本上也能猜到吧 对不对 朝阳群众 帮助给这个举报啊 这个发现了 用哪个明星吸毒 什么之类的 哎怎么样 给了奖金 怎么样 免征个人所得税 这是免的啊 是鼓励你去 去举报各种违法事情 然后就是 个人办理 代扣代表费款 规定取得到扣交手续费 这个也可以免的 我们知道 个人所得税 咱们采用的是 代扣代表 原权扣交的方法 也就是说 我不是把钱给你 再让你自己去计算 交多少个人所得税 你自己去交 而且在我给钱之前 我就要怎么样呢 替你计算清楚 你要交多少个人所得税 然后代扣代缴 我先给你扣下来 代你扣下来 我再代替你去交给国家 这叫原权扣交 就是从源头 从给钱的那一刻 在给钱之前 就把这个税扣下来 有助于保证 我们的税款 能够足够交纳 对不对 哎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这个代扣代缴 既可能是企业旅行 也可能是个人旅行 对吧 企业旅行 就是我最典型的 我发工资嘛 发工资之前 我这财务 我先把这个 要交的个人所得税 算清楚 然后提前代扣代缴 对不对 那也有可能是个人代扣代缴 我个人给另一个人 对吧 支付劳务 中间费等等 各种费用的时候 我也可能会个人代扣代缴 那么在代扣代缴 因为怎么说呢 代扣代缴 它毕竟不是我 做我自己的事 是我替国家 做一些额外的工作 对不对 因为这税款 本来应该是他交给国家的 我替他算清楚 我再替他跑个腿 交给国家 你说我累不累 对不对 那我有什么好处 国家说有好处 把你这一年 替国家代扣代缴 收的那个扣角的 那个税款 成个2% 作为扣角手续费 返给你 返两个百分点 这算好处了 算好处了 那么对于个人来讲 返的扣角手续费 就是免征个人所的事 为什么免征个人所的事 国家给你的奖励 是鼓励你去多做 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为了保证税款的足额 对吧 而且你说 我是从税务机关退给你的 对不对 我税务机关退给你 我税务机关再收回来一部分 何必呢 对不对 没这个必要 那么在这里边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这2%的扣角手续费 不管是个人会有 企业也会有 企业的财务 履行贷贷贷贷贷以后 每年 这个税务机关 也会给企业退2%的 按照你累计 收的这个 贷贷贷贷贷贷的税金 也是退给2% 退给企业的 专门干嘛呢 给财务人员 企业的财务 培训 提升财务人员 职业能力等等 对不对 那这笔钱退给企业 要不要将企业所的税 你看退给个人 不是免个人所的税吗 那退给企业 免不免企业所的税 不免啊 一定注意还不免啊 为什么 因为企业所的税 老师就给你讲了 4个免税 对吧 讲了4个免税收入 我可没说带扣的 扣掉手续费也免税吧 没说吧 没说就征税吧 所以这笔白人注意 退给个人的 免征个人所的税 退给企业的 不免企业所的税 然后下面这个 购买社会福利 有奖募集奖券 体育彩票 社会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 一次中奖收购 不超过1万的 怎么样 暂免征收个人所的税 对一次中奖收入 超过1万的 应该是法规定 全额征税 就你买那个彩票 一定注意 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 这有范围限定的 你去商场 抽个奖 中的彩票 那不算啊 为什么呢 因为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 我们为这个国家的福利事业 体育事业做贡献了 国家给你 给你有这么一个免税的优惠 但是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免 1万块钱以内的奖 是免的 超过1万的 你我中了500万 那按规定 该交100万 交100万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中 中奖中的太多了 对吧 中的太多了 怎么让你 就有这个能力了 就多交一点 对吧 但是中的少的 就没关系了 就不交了 鼓励大家都来买彩票 这是有关于 这个彩票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 说下列个人获得的收入 不属于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这哪些要征 第一个 保险理赔金5000 之前给大家讲了 保险赔款不属于所得 对不对 因为我赔的钱 肯定不是我损失的多 没有所得 所以他是不交个人所得税的 再看B 商场抽奖所得500块钱 这个要不要交 要交 有同学说 老师不是1万块钱 以内的都不交吗 那是福利采票 体育采票 对吧 你正常中奖 就该交得交了 他也交 交多少 500块钱乘以10% 对不对 没有任何可靠 这属于偶然所得 然后C 购买社会福利采票 中奖1000 这是不是就不交了 没超过1万 不交 D 退休工资收入8000 这个也不交 退休工资是不交的 所以这题选择B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好 我们再来看设房设谷的一些 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一个 之前给大家讲了 什么呢 满五为一 对吧 个人转让自用 自用住房 五年以上 并且是家庭名下 唯一主房 这个家庭指的是 夫妻再加上未成年子女 不包括成年子女 夫妻加未成年子女 作为一个家庭范围 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唯一的生活用房 满五年并且唯一 我在卖的时候 免征个人所得税 就能免不少 所以大家买房的时候 争取去买那些 满我唯一的房子 这样的话 你花钱花的少 第二个呢 是对个人转让 从公开市场获取的 境内上市公司股票 取得的所得 免征个人所得税 这个新三板 包括北交所 也是参照执行 那么这个之前老师 也给大家提过这个东西了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我们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我如果赚钱 要征个人所得税 那个涉及到 我要赔钱的话 退不对 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对不对 这事很麻烦 而且上市公司 流通股票 你炒股大多数人都赔钱 对不对 所以这种时候国家说 我还不如 我还 我争的话 我还不如那成本多的 对不对 所以我干脆就不争了 这个话是个优惠 然后就是下边这个 其实老师也在之前的 题里面提过了 在这跟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个人从公开 这个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注意上市公司的股票 持股期间一个月以内的 收到的股息 怎么样呢 就该交税就交税 如果是持有期间 在一个月到一年以上 一个月到一年 这个范围内的 然后获得的股息 怎么样呢 减半征收 超过一年就免税 就免税 这个跟企业所得税 有点类似 但还有所不同 对不对 企业所得税是什么呢 一年以内的全国征 超过一年的免税 这也指的是股票 对不对 股票 那么个人所得税 这个一年以内 还分成了两个阶段 一个是一个月以内 一个是一个月到一年 对吧 一个月到一年 还有一个减半征收 那么这两项规定 再鼓励大家长期持有 对不对 你持有时间长点 我就给你免税 你持有七点短 你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炒作的 我不鼓励炒作 会扩大市场的金融风险 所以就不给你免 这个股息的 这个个人所得税了 这是涉及到 这个设房 或者是设股的 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好 我们看一道题 个人转让下来财产取得的 差价收入中 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事 是哪些免征 自行研发的基地设备 没说过吧 从二级市场购买的 A5股票 这免征 对不对 这免征 从二手车市场购入了机动车 从二级市场购买的企业拆券 这不都不能免征 对不对 你那个基地设备卖了以后 赚钱该交多少交多少 对不对 机动车卖了以后 该交多少钱交多少钱 对吧 企业债券 卖企业债券 你该交多少钱交多少钱 对不对 你都是正常要交的 只有股票 对吧 通常也不懂赚钱 对不对 赚钱国家征税 还不给退税 对不对 然后是要留底的话 征税成本又比较高 所以国家给免了 这题选而必 好 那么到此 咱们就把个人所得税 这个专题 就全部都讲完了 我们再最后梳理一下 个人所得税 这一个专题 那么主要的考点 大家注意 首先第一个问题 要不要征税 就是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你是不是我的纳税人 你这赚的钱 在不在我征税范围里 对不对 你是我纳税人 在我征税范围里 我才要交税 对吧 它涉及到后续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边考点 考点一 什么呢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的纳税人 你是居民纳税人 还是非居民纳税人 他的判断问题 出选择题 这是第一个考点 对吧 然后第二个考点 就是什么 所得来源地 你看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所得来源地 通常都是重要考点 第二个考 第二考点 这时候大家都一定注意 他们的基本判定原则是一样的 不是看你在 谁付的钱 不是看你谁收的钱 而是看 赚钱的这件事 赚钱的这个行为 赚钱的这个东西 它在哪 对不对 我说劳务赚的钱 你得看我付出的这个劳动 我是在哪付出的吧 对吧 我是在经代付出的 我还是在经代付出 打个电话跟你说的 对吧 他能判断出所得来源地 到底是在哪 所以这是判断标准 然后就是第三个考察 第三个考点 就是征税对象 一共个人所得税 九个征税对象 四个劳动所得 四个资本所得 再加一个混合的经营所得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出考试题 就出选择题吧 告诉你一件事 问你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所得 对不对 在这里边老师给大家做了几个 最容易考的辩析 对吧 一个是功劳特稿 这四个东西 你得判断判断 什么时候工资 什么时候劳务 什么时候搞仇 什么时候退以前使用费 对不对 那你看有没有公开发表 是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不对 是不是在本单位收到的 还是在外单位收到的 对不对 判断这么几个标准 去看到底属于哪一个 这个边系老师给大家讲了 然后一个很容易考的 就是什么呢 个人的文字作品 这手稿或者复印件 对不对 你是公开发表的 还是公开拍卖的 你拍卖的是自己的 还是别人的 对不对 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非常容易考的是什么 就是拿企业的钱 给个人买东西 买车买房 对吧 这时候他到底算什么所得 你得看企业 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对不对 这个人是股东 还是员工 还是外边人 对吧 还是非雇员 对不对 还是客户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他对应的所得 都是不一样的 这之前老师给大家做便析了 都可以出选择题 对不对 这是第三个考点 然后就是第四个考点 税率了 对不对 税率 你看这个 真实对象完了以后 税率 税率这一块 你要知道个人所得税 一共就 主要是三类税率 一个七级超累计税率 一个五级超累计税率 还有一个比例税率 20% 老师给大家画了一个 不同颜色的图表 让你知道 什么时候用七级 什么时候用五级 什么时候用20% 对吧 其中在这20%比例税率里边 那个三星预角 就劳务搞成特预权使用费 这三个 他的预角的时候 不也用20%做税率吗 那么老五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他有一个三级超累计税率 对吧 当你赚的多了 就不是20%了 就30% 再赚多点 就40%了 这个老五的三级超累计税率 建议大家也去记 那么至于那个七级累计税率表 和五级累计税率表 怎么样呢 就不需要记了 题目会给 这是第四个考点 然后在税率这里头 还有一个第五个考点 是什么呀 就是七级超累计税率表 它有一个适用条件 因为七级超累计税率表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全年综合所得的 那个累计税率表 还有一个是月度累计税率表 对不对 所以呢 什么样的收入 用的是年度累计税率表 什么样的收入 用的是月度累计税率表 也经常作为一种考试形式 所以税法这块 这个税率这块 是有两种考 两个考点的 大家要注意 然后就是重要考点了 什么呢 税机 对不对 在综合分析题里边 去给大家去出的 是税机 老师给大家 在这个里边编了两个口诀 对吧 一个功劳特稿 试综合 重工点 搞七折 那个 对吧 把综合所得的 实角和欲角的税机 搞清楚 还有一个就是 专项附加扣除的 具体金额标准 对吧 成教四百 学一千 挣三千六 扣当年那个口诀 对吧 这两个口诀 也是建议大家去记忆的 那么有了这两个口诀 在考综合所得的时候 通常大家就不会出 什么太大问题了 那考的要不是综合所得呢 那估计就只能考 考什么呀 只能考分类所得 那考分类所得 就比较简单了 就比较简单了 像那个财产租赁 基本上跟那个三星玉角 也是一样的 四千 以四千为界 接下八百上八折 对不对 那么至于是利息股息 偶然所得 那更简单了 几乎没有扣的东西 收入是多少 就是所得就是多少 所以那个考起来 那就比较简单了 大家就不用记得 那么复杂了 那么这个税机 作为一个重要考点 它占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总分值比重 是接近一半的 所以这块大家 尤其是它的计算 大家要重点去掌握 最后一个就是 减免税优惠的问题 老师给大家提了 分成几大类 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注意 相信你的常识 要相信你的常识 就是你看这个东西 你觉得 我觉得这事应该免税 那通常它就是免税的 对吧 有几个特殊的一错点 老师刚才给大家图黄的 给大家讲解了 那么减免税优惠 作为最后一个考点 对吧 这个如果作为考点六 这个就考点七 就给大家都讲完了 那么个人所得税 这个专题 也就算是给大家 梳理一遍了 梳理结束了 大的框架都有了 至于细节部分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收入 它的个人所得税的 计算问题 对吧 咱们留待基础班 再给大家补充 但是这个大块 你建立起来以后 其实考试呢 就很大一部分 这个的内容 其实你都是可以掌握的了 好 那么咱们专题二 个人所得税 就讲完了 在之后 咱们在稍待的时候 讲一个专题三 就是一些小税种 咱们抽一个小税种 作为例子 因为咱们这个 抢业学这个班 课时有限 不能讲那么多 对吧 我已经讲不少了 那么 这个抽一个小税种 房产税 给大家呢 再提一提 然后咱们这个 抢业学这个班 就结束了 之后呢 就是等到咱们 讲基础班的时候 再和大家见面 好 那咱们就下节课见 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